大家好小九 今天我们两个又包了一点粽子 因为我们上次调的那个味道 可以是可以 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欠缺 不过香 是吧 我想要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体验 因为我两个吃了 也说可以 小红吃了也说可以 徐姐他们吃了也说可以 但是我个人感觉差一点点 所以我们就再包了一点 等一下煮 好来试一下 一定要调到满意为止 不满意 重来 不满意重来 点火 把火烧好了之后 就把重点放下来 煮 因为我们熬粽子 要熬蛮久的 要一两个小时 熬的够软 所以要多锯点柴火 今天新买的锯子用上了 到了这么多 大概 这个月 这个月我们吃粽子要吃饱了 我感觉我的手 一夜来夜好了 现在烧火煮 弄好了没有 因为我们包的比较少 是味道的 就用这个小锅去煮 就用这个小锅去煮 还有两个小时都好了 放 première 我都放棍了 那么 打开吗 现在打开不了 还 rece意 啊 那怎么弄 也等於卸完 四些 弄完这儿 还好 这个大哥 这个不糟了 弄完这个小某某 弄了 烂窃炒火 这个很香咯 有点到味道 很晚 说好不熬夜 煎死了几天 主要是我今天 吃那个药 白天吃了好久 不困难 它是吃那两颗绿色那两颗 然后我就一直打脱碎 吃完之后 我给你去买那个苗 西瓜苗的时候 我都想睡觉了 我走路的眼睛都灯不开的那种 回来就睡了 现在感觉不错 其实每次吃味道 应该包个两三个就好了 这也要吃 没事的包一锅 反正现在就是一个月 一个月的早餐都是粽子了 没事啊 早餐吃粽子 简简单单的方便 就是要喝一下就可以 淋一下水 它这样很快就泄气了 可以开了 我想吃一个黑米的 一个坐这 一个 你要吃哪一个烤味 我都行 你先挑 你先挑 那我放到纸巾 黑米的吧 我喜欢吃黑米的 因为黑米它是属于粗粮 它又叫末米 营养价值高一点 最主要的是 末米吃多 能减肥 你连我表妹减肥 就是吃那个很胖 只要有肉的都不会想减肥的 嗯 够酸了 这个可以啊 嗯 嗯 我也觉得这个可以了 硬呢 它也够软了 没那么硬 就觉得可能我们比例没调好 我上次是因为煮的时候 没有水磨过粽子上面 哦 这样 然后我们这上面的话 它有点硬 这水没没泡在水里面 对啊 这蛮香的啊 这个可以啊 嗯 这个末米就不要放板链了 这个 放板链啊 嗯 这个不放板链来吃 因为太多东西了 口味就有点抓了 这个肉里面软软的 嗯 吃不出肉的味道 但是它很香 吃到那个肥肉好香 所以呢 这个肥是剪不下来的 这个肥肉好香 这个肥是剪不下来的了 那我们就决定 就按这个比例去做了 嗯 到时候你 你你你你你你还做咯 嗯 因为我约好那个村里面那个 阿叔嘛 回去上上面砍那个 鸡血藤 还要去找点那个 找搅骨兰 嗯 有几个粉 几个粉是要的 嗯 那你调好味道 我来包就可以了 你看我现在包的是不是好看一点 好 找到方法了知道吗 做事情 一定要肯做 第一要先肯做 第二要摸索去做 不能说不会做就不做 是不是 那你看 我要是不会做东子 开始我是不会做啊 那我就不做 那是不是就没事 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就是说这个月 这个月应该都要吃中午当早餐了一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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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